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天晚上刚好我值班 我趁他不在 偷偷偷看我的地方 还没发现 没有发现 什么时候的事 上个礼拜吧 我偷偷画了一张断工的路线图 交给阿思 原来想让他交给你们的 是没想到 到了你们的地方以后 却被忠责权和大兔代为杀了 要不是你们的人及时出现 可能我早就是断工枪下的鬼了 接着说 阮三毛 我来到这里 是因为你能为老方报仇 除掉沙里芬 所以我请你相信我 你来之前没有暴露啊 没有暴露 阿四的事出了以后 断工确实怀疑有了内鬼 所以派小马来盯着我们几个人 可是他并不知道 我偷看了他的路线图 说的地址不漏 他这有点事我们下个浪漫 按照你那么说的话 阿四是带着你画的路线图过来的 那中德权他们把他杀了以后 会不搜他的身吗 既然搜了他的身 你的笔记断工会认不出来啊 断工当然认得出我的笔记 可啥次做事一向很小心呢 我相信他在来之前 就一定把这张路线都毁掉了 把所有东西都记在了脑子里 不然也许我早就是 断工腔下的鬼吧 你认为 沙里芬为什么要挺而走险 走四十八号小路呢 他再不挺而走险不行了 或仓里或吞了太多 而且我知道这次出货的量 是上次的十几倍 兄弟们人心都散了 哎 沙里芬为什么不多指定 几套路线图 想要上次让阿昌送情报来蒙我一样 让他喽 我今晚忙冒着生命危险来 是给你们送情报的 我不是来接受你们审讯吗 阮林浩 我相信你是条汉子 能除掉沙里芬 能为老方和阿四报仇 我金小毛才会坐在这里 我只说我看到的 如果你们仍然还不肯相信的话 那请你们自便吧 不过我最后有一条 恳求我希望你们能答应我 你说吧 我希望你们能让我留在中国 能保护我和我家人的安全 我们当然会负责 保护你的人生安全 还有最后两个问题 第一 你为什么会走三十二号小路 第二 钟德全他们为什么知道 你会走三十二号小路 第一 三十二号小路离我亲戚加紧 第二 段弓也许发现了我的亲戚 就在三十二号小路 所以他派钟德全和大头仔来拦截我 如果不是你们的人及时出现 也许我早就死了 不过您所长 阮三茂 我最后要声明一点 我的家人都是老老实实 本本分分的人 他们跟毒贩没有任何的关系 我恳求你们一定要保护他们的安全 关于这一点 金小茂 我们也会去合适的 李嘉 李嘉 你怎么过来了 今天 我打你手机也是打不通 所以我就过来了 我那手机在训练的时候丢了 给你 我就是真心想帮你 没有别的意思 我知道你是真心想帮我 所以我才不生气 不过 我真的不能要你的钱 况且 你这卡里边也没多少钱了 啊 你查我这卡里的余额了 就马上要看看 你那共能六万能 相当相当可能 可能就两次呢 那怎么把财产你でも 但是也能代表我的一片心意啊 你是不知道 原来我花钱我跟你说吧 大手大脚 从来都不考虑后果 自打我爸那工厂倒闭了 他下岗了 我开始自己做生意 才知道挣钱不容易 是 是不容易 我觉得你今天 有点不太对劲 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啊 噔噔噔噔 嘿你这小家伙 你这捣什么鬼呢你 月峰 来过来坐 今天是谁给我生日啊 生日快乐 月峰哥哥生日快乐 这个蛋糕 是姐姐亲上给你做的 李翔 咱们给月峰哥哥唱生日快乐好不好 好 好 拜 七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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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请愿吧 我完全忘了 今天是我的生日 谢谢你 好 赶紧许愿望吧 快乐 许愿 喜个愿 好 赶紧许愿 我得把眼睛闭上啊 好了 好 好 我吃蛋糕 来 生日快乐 这是我二十岁的人生记忆中 最美好的一个生日 没有豪华的party 没有美酒佳肴 蛋糕很简术 只离家自己做 放糖果凉 太甜 吃香也能看 我们站在街上 吃了满手满脸都吃 可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是觉得 这次的生日的糕 是最最好吃的 而且真的很开心 very very happy 小心点啊 我还想问你呢 你怎么会知道 今天是我的生日啊 我明白了 一定是我那张银行卡 泄露我生日的秘密 对不对 回答正确 不过呢 顺便提醒你一下 你用自己的生日做密码 这样很不安全的 你可别忘了 我是网络大侠 这点道理我还不明白啊 但是这张银行卡可不一样 它有着特殊的意义 特殊的意义 对啊 这张卡呢 是我上大学的时候 我爸给你办的 那个时候啊 我简直就是花钱如流水 见什么好买什么 老是没有钱 一没钱呢 我爸就给我汇过来 他从来都不问我干什么 有求毕业了 你在想什么啊 没想什么啊 你是不是在想你爸爸 他去哪儿了 有多年前 他给一个女女儿跑了 李嘉 对不起 我不提她了 没关系 但是今天我真的是特别的开心 能够来跟我过生日 这个生日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谢谢 谢谢 哎呀 干嘛呢 这么认真的 当兵可没奖学金拿哦 你怎么来了 你这什么口气啊 我就不能来 不是 我这不正工作呢吗 你就不能看在我爸的份上 有个特殊待遇 陪我聊聊天 还看在你爸的份上 我跟你说啊 你爸要知道咱们俩在这聊天 非批评死咱俩不可 还聊聊 行 我去跟我爸交代一声 哎哎哎 您罗罗同学 你可别吓唬你老了我爸 你爸现在天天急得要命 盯着我弄这个手机监控程序 哎 他以为写个程序 就跟写篇文章那么简单 哪那么容易啊 我正一遍一遍测试网络系统呢 这不就是个破程序嘛 需要我帮忙吗 你能帮得上忙吗 你太小看我了吧 那我倒不敢 我就知道啊 你现在是个大闲人 是班也不上学也不上 我看你啊 不像干技术的料 你对我评价是不是太低了 本人好歹是工大数学系的才女 我可是全校数一数二的高材生 真没看出来 不过你要说你是工大的校花 我都相信 那是 本人一向抬毛上全 哎 你怎么没上课去啊 我退学了 退学了怎么着 你想学比尔盖茨啊 以为自己的专业水准高 老师就教不了你了 不是啊 是老师太坏了 太坏了 追你 他敢 我踢死他 其实也没那么严重 就是我伤过的时候跟他顶嘴 然后他就把我赶出去了 事后证明我是对的 他是错的 他老是死活的 很承认 一气之下 退学 哎呦那咱们俩真算是同命相援 我也退学了 哎 不过咱们俩情况不一样 我是因为经济的原因 嗯 我听我爸说 你爸下岗了 是啊 所以我做生意去了 我倒好 我有一个有钱老妈支持我 我爸是死活都不肯我退学的 老爸 老爸 岳峰工作特别认真 他在问我一些数学问题呢 我再帮他解答 哦 你们要谈事是吧 那我先走了 林总 我确实向他请教数学问题呢 你千万别躲下啊 监听设备都到齐了 都到齐了 你搞得怎么样 差不多了吧 啊 差不多了 现在我正在做系统测试 晚上就能用了 好 林总 来一下 林总 我总是觉得 金小毛提供的路线图有问题 什么问题 没道理啊 四十八号小路山高路倒 人就是在不复众的情况下都很难通过 我真是想不明白 沙里温有什么理由会选择四十八号小路 我也研究过 我倒是认为沙里温很可能冒险 我认为沙里温的路线图 我认为他跟上次一样 是用假的路线图来骑骗我们 你是说 金小毛在跟我们演戏 还有另外一种看法 我认为他跟上次一样 沙里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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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金小毛 他故意让断工让金小毛看见家的路线图 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 但是 沙里温出过的西北通道 已经完全被秉困堵死了 他无路可走 所以才重新走我们的下去 这也是我为什么认为 沙里温会孤重一掷 冒险走四十八号小路的原因 领总 沙里温绝不会走四十八号小路 他跟上次一样 还会选择用摩托车运动 你听我说 你好 他为什么不能改变下思路 雇佣背负 固然运输效率低 但是保险隐蔽 至少在金小毛来之前 你我没有想到 领总 岳峰不是说这几天 不断地有人入侵士兵监控系统吗 我觉得是段弓干的 他想让我们的电子眼全部瘫痪 好让摩托车运动 阮林浩 我跟你说了半天 你这脑子为什么就不能转弯呢 沙里温为什么不能反其道而行之 让段弓破坏我们的监控系统 吸引我们的注意力 掩护他走四十八号小路 毕竟四十八号小路没有任何监控 报告 宁索 宁索 我有个想法您听好不好 咱们在四十八号小路上装电子眼 我刚才测算了一下 虽然线路倒是远了一点 但是费用咱们是承担得起的 这样的话呢 咱们就有视频监控 沙里温就不至于装空了 不行 铺设线路工程太大 会进入沙里温的 哦 哎 那装无线摄像头呢 无线摄像头 嗯 这倒是可以考虑 喂 我是宁链鱼 哦 是刘队 嗯 嗯 我明白 刘队 很重视金小茅的情报 认为有一定可可行 这能说明什么呀 这样吧 林浩 既然刘队打了电话 我们应该有所准备 今天你就去四十八号小路跑一趟 实地勘察一下 找几个好的位置 作为伏击点 四十八号小路的地形 我已经非常熟悉了 你不想去是吧 你不去 我去 我去 你 你看 太过分了 哪能这么跟领导说话 脾气太大了 叶峰 到 你跟阮参谋 去四十八号小路看看 如果能安装无线摄像头就好了 不管沙利文走不走这条路 我们都有备呼唤 您总我明白了 您别生气 别往心里去啊 阮参谋的人就那样 跟我他也那样 多嘴 我呀 我呀 小桑桑 你折机带他没 借我用一下 一点信号都没有 怎么回事 嗯 哎 这奇怪了 哎 你看一点信号都没有 哎 怎么回事 你看你看 连棒的根都没有 是不是没信号 就没办法装无线摄像头啊 是啊 主要是因为这无线信号啊 都被周围的山给阻挡住了 这视频呢 就传不到支点所 除非咱们在对面那山头上架一个中转站 你不废话吗 你再把中国移动公司给请来 能架上中转站 还不是直接不递线呢 哎 沙利文也会这么想的 你让我呢是不是 怎么了 你说 你说断公也知道这儿没信号 没办法装无线摄像头 对啊 其实断公他们根本就不用到这儿来实体探查 咱们俩也不用来 我随便在那卫星地团一看 就能很快的了解这块的情况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跟您所说啊 哎呀 还不是为了你吗 你说你们这两位大领导 刚才跑的你死我活不可开交的 我作为一个新兵我哪敢插嘴啊 万一我在宁村那前 说了对你不利的双变 你多没面子呀 哎呀 没看出来呀 是跟以前不一样 变得有想法 其实就是成熟 是不是因为你踩地雷的时候我救了你 没把我当成救命案人吗 非不你要真这么想 我就白带了你一程 你想不太没出息 但是你确实是救了我 而且是冒着生命危险 其实你没必要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而希望你跟以前一样 跟我挑战 叫板 说实话就说 我挺喜欢你那口出声音 对我发护的劲 哎 不用不用 太冲动 太冲动 你要真这么冷静啊 经该到机关级当我领导 就产生不了战 小三毛 我想问问你 你说什么样才算是真正的战役 之前所里所有当兵的都是战役 遇到危险啊 我也会去救他们 同样的 每天我遇到危险啊 他们也会奋不顾身来救我 战友就是对方遇到危险的时候 可以豁出命去救他们的人 但是用不了说感情 我明白了 咱俩就是战友 其实你今天还是自以为是 你以为 你跟宁所说 这儿没信号装不了无线摄像头 我就会生气是吗 不会 因为我认定了 沙利文绝对不会责任 为什么呢 不为什么 因为我们俩都会亲的 战友 没关系 我 我估计要么他是害怕 要么就是想跟我讨价还价 现在的年轻人 不简单 不好对付 要不要找仲德权 提醒他一下 别乱乱 我另想办法 况且今天晚上的事 也用不上他 我刚才研究过了 48号小路 它周围都是陡峭的山路 会阻挡无线电通讯信号 除非制电速 在山上下中转塔 否则就没有办法 装无线摄像头 那他们要装有线的 工程太大了 周德权他们就在附近活动 会发现 我早就说过 48号小路是个好地方 10月0号 他肯定会上当 乳亲的事 怎么办 准备好了 就今天晚上 谁啊 你干嘛来了 我怎么不能来 快看看你 你可别吓唬我了 你爸要知道你在这儿还不扒了我的皮 快快快 走走走 等等等等 晚饭吃了吗 没有啊 我爸特意让我来给你送晚饭的 真的呀 这可太隆重了 感谢领导的大恩大别 让美女亲自送饭 行了行了别耍嘴皮子了 快吃碗菜都凉了 不行 我不能在这儿吃 这是违反规定 上外面吃 爸看着这香啊 有人接 对 这是房门想发出了怎么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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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子真的不错 还挺坚固 喂 嗯 孙子权 说 是不是要不跟坤了 坤什么呀你 对我倒是没有信心呀 你别忘了我是计算机专业的高材生 实战经验绝对一流 我是要提醒你 一定有危机感 你看 这危机感说来就来了 哎呀 哎呦 哎呦 哎呀 哎呦 现在我已经找到入侵的路径了 我可以反过来入侵他的电路吗 你现在看到的是一场战争 是一场信息战 现在我和毒贩的正在战斗 你们交过火 阮灵号他们肯定会追捕你们的 你们现在一定要隐蔽好 暂时不要活动 等待我的指示 太棒了 现在我已经成功的入侵他的电脑了 太棒了 真的假的 你自己看啊 月峰 你还真厉害啊 这什么呀 怎么全是数字呢 是啊 这不会是手机号码吧 哎月峰你看 这好像是每个号码后面 对应这一组数字 好像是日期 而且是从明天开始的日期 对对对对 明天后天大后天 哦这是按顺序排列的 一共是二十个电话号码 你看 而且是从明天开始算二十天的 这一个手机号码 对应这一天 哎 这说明这个人每天都要换手机号码 对啊 对对对对对对 哎我跟你说啊 如果 如果 入侵者是断供的话 那很有可能这些电话号码 是沙里温的 沙里温 没错 我现在得赶紧把这些电话号码 下载下来 太忙了 都下载下来吧 现在我要给你爸的电话 嗯 哎 您走啊 我现在要向你报告一个喜讯 刚才有人入侵了咱们的电脑 我查了他入侵的ID 是在境外 而且他具体的位置 和沙里温盘踞的地点非常接近 我还下载了他电脑里的部分数据 现在种种迹象表明 入侵者就是断供 我刚才反入侵之后 看到了二十个没有见过的电话号码 我现在基本可以确定 这二十个号码就是沙里温的 好 现在监听设备已经完全调整好了 您随时可以下命令开始工作 好 吃 哎呀 崇拜我吗 哎 太崇拜了 哎呀 以后给我多做点好吃的就行了 哦对 这不能吃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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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一点钟准时开工 完工以后 另外一半酬金 再发给你 怎么攻击什么方法 我都跟你们说了 我先把话讲在前面 谁先进去 谁的酬金 就翻十倍 开工 开工 喂 赵总是我 我有一个很紧急的请求 什么请求 说说 今天上午的行动 能不能推迟到明天进行 为什么 昨天晚上 我就差一步就进去了 岳峰在防火墙里面 加了几个奇怪的小程序 挡住了我 我不能进去 给我一天时间 我再写个新程序 肯定就能进去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让你多顾点年轻人 岳峰毕竟还嫩 人一多 我就不信他不会顾此失敌 能找的人我都找了 这些年轻人 都是吹起来的水炮 其实 没有什么经验 技术也差 人都好用 我早就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货色 故他们来是为了造生死 人多世众热闹 至于能不能进去 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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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张旗鼓是为了明修战道 没火他们 懂了吗 你是说要 声东击西 对 所以没必要改变计划 一点钟照就 行吧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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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问题啊 你不觉得他们是在故意演戏 给我们看吗 啊 沙里文为什么有演戏给我们看啊 为什么他不可能走四十八号秀 他是怎么知道 我们刚刚安装好的检听设备 监听到他和断公的通话吗 难道我们内部出了问题 我内部没问题 我觉得你想法有问题 我的想法有什么问题 我觉得你太相信金小毛的话了 也太相信你听到那些所谓的证据了 包括支队领导的判断 其实我认为 这些情报 都是沙里文一手制造出来的 目的就是迎我们入歧途 阮林浩 我知道 你只相信自己 难道沙里文和段弓的通话 都是制造出来都是假的 你太自以为是了 您走 我做事情一项实事求是对事不对人 是 我得承认我对领导态度不尊重 该写检讨写检讨 该撤之撤折 我没怨言 但是我请你相信我一次 沙里文绝对不会走四十八号小路 我要的是证据 该说的我都说了 如果你一定要相信那些所谓的证据 把制建所的兵引到四十八小路 后果非常严重 遗物斩棘 后果会更严重 你不要再说了 一切后果我来承担 我来承担 是个转参谋 他太独断转型了吧 他只是个参谋 我爸才是所长呢 他根本就没有把我爸放在眼里 你看你 这你就不懂了吧 有才华的人 免不了有的时候有点脾气 你比如说我吧 有才 有才иваем 上阳 上阳 出 上阳 出 上阳 上阳 队长同志 部队伺候完毕 宣伤 稍息 出 掃身 眼下 稍息 我认为 沙里温一意孤行 要在我们的侠区运送毒品 根据各方面的情报 他会走四十八号小路 我们的任务 就是截住这批毒品 机动组 跟阮苍茂茂在费青史丹兵 应付突发事变 战斗组 跟我去四十八号小路埋伏 听明白了吗 是 敌人 张作战 跟着 海军 出现 你去监控室 致援岳峰 你要告诉叶忠 一定要加强防火墙 绝不能让段弓进来 知道了 有什么事儿 找阮参谋 是 陆队 大王 锁里就交给你了 是 第二组立阵 加油 起来 站 停 放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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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叫吧叫 他们果然来了 还真是十人 可是他们很多人同时进行同时入行 我们能挡得住吗 没问题 肯定挡 我从昨天夜里 马不停停一直加班到凌晨四点 把这防火墙又重新修改 现在可以说是同墙铁壁 他们一定会进 妈妈 大家一定要保持警戒 把队伍拉开 我顶住了他们的攻击 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